作詞曲 李宗盛 有一位對素食沒有興趣的朋友說 俗語講,食齋不如港政話,只要自己心地善良,何必一定要食素呢? 而且動物是屠夫所殺的,我們不過在市場購買而已。 各位,因為有食肉的人,所以才有屠夫殺生。 明朝蓮池大師說:「錄其身而淡其肉,天下之言凶心、慘心、毒心、惡心、屬心然。好心當在何處?」 意思是說:「天下最凶、最慘、最毒、最惡者,莫過於宰殺其身,以後淡食其肉。」 那還怎能說是心地善良呢?有一位韓居士,幾年前曾經參觀過逃場,親自目睹過殺牛的慘況。 他說三個屠夫合力宰殺一隻牛,開始的時候,牽隻牛到逃場,一處較寬闖之處,兩人在前面用手將牛頭手圍按下, 一人從後面用鐵錘向牛的頭額猛力擊下,牛即應身倒地。 另一人將一張鋒利的尖刀猛力插入牛的喉嚨,再往下向牛心直刺,再將刀旋轉兩三下,頓時鮮血從屠刀湧出。 徒夫用麵盤裝著湧出來的牛血,傾克積滿,再注入大木桶裏面。 有三四盤,這時候,這隻牛還未死,四足竭力屈身,兩目滾滾欲裂,口中呼呼噴氣,不知掙扎了多久才氣絕的。 過了幾分鐘,剛才那三位徒夫又從外面牽入另一隻牛,這隻牛到了門口,不肯入內,雙眼淚下如雨。 前面的徒夫用猛力拖牛,後面的徒夫用木棍撲打,這隻牛慢慢走入牆內。 這時候,徒夫出其不易,用鐵錘打落牛的前額,牛隨即應聲而倒,又照以前那樣殺法。 這位寒居士,當時自己頓敢默搏跳動,心神難以致詞,好似身處地獄一樣,放悉一哭,口中急念,南無大慈大悲,救苦救難,觀世欽菩薩。 立即轉身出外,離開途場,從此他發誓,斷除分聲,殺行掃食。 各位,靈騎經講,凡殺生者,多為人食,人若不食,亦無殺事。 是故食欲與殺生同聚。 各位,世人食欲,認為是理所當然,其實,刺意殺生,講述冤孽,是一宗惡襲,不過世人不知自覺,相襲成俗而矣。 《願魂蟬師》有一首《戒肉濟》是這麼寫的。 《千百年來,碗裡庚,怨深如海恨難平,欲知世上刀兵劫,但聽途門夜半生。》 《千百年來,碗裡庭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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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